跳一下 好 先跳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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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請說要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術師妹 千千 現在呢 正在新訴 拉麵的一級戰區 這裡有濃郁系到淡地系的拉麵通通都有 像我自己也很喜歡住新訴 因為新訴就是你不管多晚走出去 都一定會有拉麵吃 但是這麼多拉麵 要怎麼選擇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日本有100萬訂閱拉麵的專家 Susuru-tan Zuru Zuru 大家好 我是Susuru Youtube 每日拉麵 我是Susuru Susuru-tan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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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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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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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我們要問一下 Susuru-tan 一年大概會吃多少碗拉麵 2002年我合計604杯 604碗 那為什麼看起來完全不胖 因為拉麵是比較重顯的 通常應該要很水腫 像我今天這樣子 我基本上是在夜裡吃不到的 夜裡吃到拉麵 然後週二次去健康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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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Susuru-tan也推薦了我們 三間來新宿可以吃的拉麵店 而且很頂張 雖然是台灣人不太知道的拉麵店 新宿的深深度拉麵之旅 新宿深度拉麵之旅 那首先呢 我們第一家就是這邊 こちら Susuru-tan 你怎麼會推薦這間Wakura Wakura Wakura 是新宿的最深深的地方 都可以去的地方 以外的歌舞伎町 都可以吃到24時間 每天都可以吃豚骨拉麵 都可以吃到24時間 都可以在外面 都可以吃豚骨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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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這間我有吃過 所以呢 Susuru-tan 推薦這間的時候 我有一種覺得 我也很專業的感覺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吧 Let's go Let's go 像是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肉 我喜歡這個拉麵 巧克力 巧克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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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這個 很喜歡這個 很喜歡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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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很棒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いただきます 是 有辦法 嗯 因為我很喜歡吃二郎上面的那種囤囤類型 這個很囤 但是跟二郎的那種風格完全不一樣 它是比較細膩的濃郁氣的那種湯口 而且它麵條是細的 咬起來口感很好 又很細膚湯汁 但這間我覺得很貼心的是 因為豚骨的味道比較濃郁 然後比較容易會膩口 所以它裡面還加木耳增加它的口感跟那個爽脆程度 對 對 對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好吃 嗯 這個拉麵 這個拉麵 チャーシューが一杯入ってる 拉麵 最喜歡加什麼料 體育 不是 不是 那個蛋 半熟大 味噌嗎 阿吉他媽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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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最後一份 我都先吃掉了 潮流幾乎 誰都帶來了 誰帶來了 我不太好 然後我好喜歡他的水 好 面麈 那個 那實務長最喜歡哪一個 結局 那你開戰的 拍照 我喜歡 擦燥後 和脂肪形 那根本來 下班哪一碗超幸福的 一番意思 有啤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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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覺得吃辣麵配哪一種酒最大 啤酒 有啤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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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冷靜一點 好大 好大 為什麼它是豚骨的 但是你就是那種豬味還蠻重的 可是它沒有什麼油脂感很重很膩口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鹵的感覺 結構散散的感覺 不如今晚有啤酒 意外と豚骨爛是很厚的 我喜歡這種型的耶 也不一定喜歡二郎 但這種型的我覺得超適合推薦給他 大家如果不習慣太重口味的那種拉麵的話 吃完了 然後這間我很喜歡 因為我之前已經來吃過一次了 豚骨的細緻感我覺得很夠 而且這間是24小時的 次的店比較濃郁的感覺 比較濃郁的感覺 搞不好我也吃過喔 對 只會後面黏著 當然 為什麼他們就是會貼很多米 在牆壁上 一人是有貼買的客人 所以全員總共的主持人 都會貼買買買買買 所以他們會貼買買買買買買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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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路 Soon-san,推荐了吗? 如果想入味玉を入れたかったら味玉に入れます 那鱼丝饭是什么? これは多分巻かないご飯みたいな感じ 鱼丝飯の上に…鱼丝飯の上に何が入っているの? 鱼丝味噌っていう鱼丝の味噌を乗っていて 鱼丝丝と鱼丝の振りかけを乗っています 炮しのスープに入れて食べる鱼丝と鱼丝 io l 起死になる 因為我之前在日本吃拉麵沒有看過這一罐 這是煮煮湯 然後放在魚肉中 然後放魚介的味道 然後放在後面有點味道 然後放在拉麵裡吃 很美味喔 放在後面 然後味道會變得很軟 我們剛剛第一間是先吃豚骨 然後現在第二間是吃魚介系的 但是我可能在這裡會激烈的可能性 屬製拉麵是糧食飯 超級重的 他剛剛說不定在這一間就會被擊敗 因為量才太多了 絕對 先吃掉了 這間本店很推薦大家的原因 因為你上樓梯的時候 兩邊就是有魚的畫像往前衝 好像要衝到你的胃的感覺 我先給你糧食飯 謝謝 哇 這個就是魚絲飯 第二次的三名菜 哇 超級重的 超級重的 這是什麼 下的桿子的聲音 下的後面看著 文化衝擊 或是有人在那裡唱歌嗎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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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級重的 哇 哇 但是這個場合是很大 途中就割一下 麵裡撒著吃 可能會很不錯 海苔也有魚的味道 海苔也有魚的味道 更加更加 海苔也有魚的味道 途中就撒著吃 麵裡撒著吃 也可以吃飯 這個實在是 好 而且這個肉看起來很肥很棒 我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厚的是什麼 這是一旦木麵 這是一旦木麵 不是豆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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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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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比較粗的後面 超濃 好多魚 嗯 這個是比較硬派的 如果你是超級拉麵控 一定要來試試看 因為它是超級濃厚的 竹竿味 然後濃度跟味道比較重厚一點 通常我們這種 溫泉蛋都會稍微做調味 但它就是一般的那種水煮蛋 因為怕你會吃得太膩厚 我很愛它的叉燒 因為它的叉燒超級軟嫩的 你看這個 肥肉的地方也很多 好喜歡 對 台灣其實也有 但是台灣的Naki 沒有這個 煮乾口味的 就是這個風味的那個 拉麵 你們可以去台灣 去台灣 對 沒有 我可以當導遊喔 我可以當導遊喔 我可以當導遊 而且它這個麵條 是有點帶Q度的 它是比剛剛再粗一點 有點帶Q度 所以你撈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沾附 那個湯汁 剛好 然後它口感是那種軟Q 非常適中的 我超愛它附的這個 厚的這個 比較有口感 中間多了一個軟的 你就會有一種 呃 不同的 層次的那種感覺 不要記得 劉昌加那個飯喔 你沒有講我真的忘記 什麼 史密學還有加的嗎 日本 style 我來囉 一圈 哦 很獵 西班A 哦 醋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 嗯~~ 它的味道變得比較圓一點 所以你上次沒有加 我上次沒有加因為我覺得它很奇怪 我想說裡面怎麼這麼多魚的視力 好想買這個魚乾醋回台灣 沒有在賣 沒有在賣 這個醬是味噌 味噌 我以為會很重口味結果不會 剛剛好 哇 魚吃飯請大家一定要點 然後一定要加湯 好搭啊我的媽呀 因為它那個 柴魚的那個味道 跟這個煮魚一樣的味道又不一樣 所以你就會覺得變了很多層 然後又有那個海苔的鮮味 感覺很像是整個海洋 在這一碗裡面 感覺很像是整個海洋 在這一碗裡面 有很多魚鮮的味道 非常好 海的味道 屬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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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 我喜歡 很像甜點 我喜歡 MASTER 我聽到寶哥的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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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愛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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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我的吃好臭 叔叔海的簽名 很專業 謝謝 謝謝 好兄弟 謝謝 我在這裡講話他們會聽得到嗎? 啊啊 你怎麼聽得到嗎? 市長有點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嗎? 那我們剛剛吃完豚骨 魚介 接下來我們要吃哪一種類型的 我們要吃哪一種類型的 醬汁最高 應該是 新傑也很喜歡的醬汁 醬汁最後 走吧 走吧 接下來這一間呢 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間門來 而且呢剛剛走在路上的時候 索索泥長說他覺得這是新傑第一名的茶燒 我可以吃到嗎? 茶燒 真的太豐富了 而且有很多的量 也太豐富了 因為真的很好 然後很多 然後 又很柔軟 很柔軟 我覺得要吃這個像 大丈夫 你可以做 我喜歡你吃 我要學 走 索索泥 索泥有其他味道 酱汁會比較濃郊的感覺 特別是納豆也比較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抹茶入口 好吃嗎? 拉麵よりも納豆の方が合うかもしれない 合う的 那我要試試看 はい 夠了 目の前にあるのがめちゃくちゃ 它的喝水通常像啤酒 它這個上面有貼墨石 就是這東西不要講話 但是我們有申請拍攝 所以大家不能罵我們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哇它很大的豆是這個 哇 美味しい かまがし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因為它的那個 是沾麵的形式 哇這個 很大捏 它的butter已經在裡面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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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它聞起來的味道啊 沒有單聞納豆那麼重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點奶油 所以如果大家怕納豆的味道的話 可以加一下 因為我剛剛聞覺得滿peaceless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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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だけ はい 麵の味だけをちょっと楽しんでみる 就是先吃單吃麵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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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素手 它吃的時候旁邊的 已經有看到納豆的彈膝了 我深呼吸啊 嗯 嗯 它加了那個 它加了那個 butter之後 納豆的臭襪子的味道也比較好耶 哇 你看看 喔 すごいね 很棒 哈哈哈 欸可以耶 它味道當然還是滿重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好滿多的 而且它的那個 麵條還非常Q彈 它因為很勁道 納豆的感覺 結構粘り気が出るんです 那個味道こう 麵を擦りやすくなってるのも すごくいいですよね 喉干しがよくない 麵 麵の? 麵の喉干しがよく 納豆のムルムル感 はいはいはい 而且因為它非常的有嚼勁 所以如果外面那一層粘的粘稠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咬下去的時候 有點累 而且它裡面這個 它裡面有叉燒 它這個納豆裡面的叉燒就很好吃耶 就有一點軟鬆在嚼勁 然後肉味很夠 大家如果要吃那豆 跟我們一樣原本是害怕 我怕 可以來試試看 等一下 一定要加奶油 喔 早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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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我們的叉燒時間 我們來叉燒的時間 來 這一顆是石頭嗎 好き 它是醬油拉麵耶 輕輕的湯 啊 很美味的味道 很美味的 味道 很美味 很美味 它是很溫柔的一個湯底 鹹度非常剛好 因為我剛剛吃了三碗 四碗之後 這個當最後一碗 超棒耶 那個湯喝起來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叉燒 鋸到一個不行 它看起來啊 會覺得你好像咬下去的時候 會有點乾 會有點彩彩 但它完全不會 它是有一點點嚼勁 但是是偏軟的那一種 而且呢 它的肉味是那種 一入口之後 就給你一個爆擊 很香 喔喔喔喔喔 超好吃 肉肉 超好吃的 辣麵 好吃 辣麵 好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很Q耶 那種不脂不脂的 很美味的 柔軟 柔軟 真的 好吃 嗯 好吃 一味 吃 柔軟 吃這個 一碗 我好像很酷 我會最堅強 一杯吃得到 幾次 這是一杯 妳又有滿足的邊緣 超級 我今天到柔軟 拍到時 有跟柔軟傑長講 然後她就說 柔軟傑很厲害 喔欸 哈哈哈哈 全然很有趣 我不是大口吃的 他不是大口吃吗 我又要大口吃的 这样很重 就吃完了 我觉得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对啊 太厉害了 吃了很好吃 快吃了 嗯 谢谢 这个快乐 我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這間是醬油底 但是它的鹹度不會到太高 它入口的時候你會有一股 回甘跟醬油本身那種豆香味在裡面 然後再搭配那個麵 你很快就會把它吃完了 而且它的叉燒真的很好吃 因為有嚼勁軟 然後肉味又非常夠 噢 紫蘇咕緊張 紫蘇咕緊張 不一般 紫蘇咕緊張 紫蘇咕緊張 你看我的想念很冒糟 真的很厲害 這樣子等於是吃了4碗 3碗 3碗 今天非常謝謝紫蘇咕 推薦我們新宿三堅拉麵店 而且這三間我有查了一下 其實大家來新宿的時候 算是比較少人會特別來吃的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看到喜歡的 請一定要來吃 有魚介、豚骨跟醬油三種都可以讓你做選擇 喔~~ 確實很嬉しい 然後三間呢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一間 很棒 選擇得很棒 謝謝 萬萊さん的老舗味 剛才看過的說法是1960年創業的 今年60年以上都在做的店 真的像日本以前的中華蕎麥 那種的味道很嬉しい 愛して 可以這樣講嗎 然後這一次呢 那個SULU-SANG 他還有推薦了幾間拉麵店是新宿的 但是呢 台灣也有一萬拉麵跟麵霧五臟 就是這兩間也是SULU-SANG 就是有推薦新宿可以吃的拉麵 台灣非常多拉麵店 所以SULU-SANG下次來台灣的話 ZENHI讓我帶著你去吃 好 是的 是的 謝謝 然後今天非常謝謝SULU-SAN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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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心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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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